这支影片要来讨论购买打光用的灯所需要考虑的7个因素 首先第一个需要考虑的是灯的数量 在没有自然光的情况下 一定至少要有一个主灯提供画面的光线 主灯的摆设必须是指向画面中的人物或物品 通常是要摆设在主角的左前方或是右前方45度比较理想 再来是背灯 背灯是放在主角的斜后方 帮助主角被凸显于背景区分出来 那补灯通常是摆在于主灯呈90度到120度左右的地方 主要是控制画面的阴影还有对比 那另外一个是背景灯 就是打在背景上的灯 灯光的数量还有摆设还是看个人的喜好还有需求 那只用一个主灯其实就已经可以凸显主角 让画面的光线品质达到及格 但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缺少了什么 像现在这样说话类型的影片 我个人的习惯是至少要有三个灯 一个主灯一个背灯还有一个背景灯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搭配是最有cinematic的感觉 那么像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画面 主灯在我的左前方 那背灯在我的右后方 背后还有两种不同颜色的灯作为背景灯 那我这里还有一个灯是打在后面这两个枕头上 因为没有它的话我觉得这边的阴影会太明显 那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是光线的亮度 通常用来比较亮度的单位是流明跟照度 而不是灯的功率 那复杂物理知识就不在这边多提 简单来讲流明跟亮度有直接的关系 而照度是每一单位面积的流明 因为距离光源越远亮度会越暗 所以有些灯具会标示距离光源0.5公尺 1公尺或2公尺的照度 你通常会看到照度用缩写LUX LOCKS标示 网络上有很多标示1公尺2-3000 LOCKS高亮度 这些真的都不要理它 那打光绝对是你必须优先投资的设备 不要让你的影片看起来太廉价 那另外许多人会用功率几瓦去判断灯的亮度 确实有很廉价的灯具它不会标示流明或是照度 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用功率去判断 那60W大概是最低可以接受的极限 最好是大于180W会比较好 那接着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CRI值 CRI全名Color Rendering Index 简单来说CRI值就是以太阳光作为标准 灯光照射物体给人眼睛看到的 如果是越接近太阳光所呈现的 那灯的CRI值就越高 CRI的范围是从0-100 那为什么CRI值这么重要? 因为CRI值越高画面会显得越自然 在剪接的时候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做颜色修正 而且有一些CRI值比较低的灯光 拍出来的素材是剪接也修正不来的 我觉得用来当作主灯的灯 CRI值80是最低的限度 像我用的这台Aputure 120D的CRI值是大于96 那接下来要考虑的因素是TLCI值 它是专门衡量LED灯的数值 基本上它的概念跟CRI一样 CRI是人眼看到的光源与太阳光比较 那TRCI值是相机所看到的光源与太阳光的比较 那我觉得用来当作主灯的灯 TLCI 85是最低的限度 像我这台Aputure 120D它是大于97 那第五个要考虑的因素是色温 每一种光源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色温 以绝对温度为单位从1000到10000度 1000度是偏非常暖的暖色光 像蜡烛或是夕阳的色温 那10000度就是偏非常冷的冷色光 像是月光的色温 一般正常日光的色温大约是落在5000K到6000K左右 那么在购买灯的时候 有大范围的色温调节会是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通常这样的灯会比较贵 我个人觉得主灯的色温尽量控制在5000到6000度之间 就是一般日光的色温 如果是在摄影棚内人对着相机的时候 那背景灯会比较适合用冷色光 像是蓝光 因为我们人的皮肤是偏向于暖色系的 那如果背景是呈现冷色系的 这样的画面会比较有对比的感觉 那么另外还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的就是 防不方便携带跟电池的续航 如果都只有在室内摄影棚会用到 那就不太需要考虑 但如果要常常到室外用到自然光以外的光源 那就需要考虑到携带跟电池的问题 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